还是一样啊 那么呃 现在本席呢 拿到当天呢 呃 我们这个主席所宣布所有提案的这个 呃 流程啊 在9点22分 39秒 主席宣布 委员如有临时提案 请于执行结束前提出 处理提案时 若提案委员 联署委员 均不在产 原理不予处理 1点16分34秒 主席宣布登记咨询委员 均寻答完毕 下午1点17分01秒 主席宣布 处理临时提案 共4案 请议事人员一并宣读 下午1点24分24秒 主席宣布新增 新增第5案 请议事人员宣读 下午1点24分14秒 44秒 主席宣布第5案 照案通过 照案通过 下午1点24分57秒 主席宣布善会 那么本席为何把这个程序厘清 就是刚刚我们陈学生委员所言 希望本会各位同仁们能够尊重我们的议事规则 切勿不要再做这种不符合民主机制会伤我们同仁们和气的突击方式 那么刚刚委员又提到 本席今天提出议事录的这个确认的这个程序提出质疑 那么这是一个这个是个暧昧 模伏 那本席可要再问上次委员们去通过这个第5案的时候 你们的行为又是如何来模伏委员会 如何来暧昧 今天本席提出只是要让各位委员们得到一个和谐跟共识 希望各位委员以后我们是否能够遵照我们议事的流程来行走 就是这种意义而已 没有任何要侵犯我们正召委上次主席的任何的流程 我也不是叫做每次 这是我提出这个在确认议事录第一次对为程序的这个质疑跟建议 那现在我们听清楚了